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文革已重回大陸 相似一幕真實出現了 四波反習朝 中共黨魁權威盡失 中國出現新動向 真相令人心驚膽寒 有中共中央高層合謀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熱點之機 今天是美國時間1月26日 星期五 我們通常在視頻發布後1小時內提供字幕 您只需點擊視頻上的CC按鈕即可打開字幕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文革已重回大陸 相似一幕真實出現了 阿波羅網記者秦瑞報導 近日 南京中央商場新街口店 為營造過年氣氛 在門口貼上了一些紅色貼紙 他們萬萬沒有想到 1月21日 一位所謂的愛國博主發視頻聲稱 新街口店的廣告裝飾疑似日本國旗 包含日系文化 該男子在店門口上綱上線 聲稱 這裡是南京 這裡又不是東京 這裡是中國的領土 你張貼這個東西 有沒有尊重過我們南京 在其報警後 有當地警察介入 施壓該商場拆除相關廣告 並對商場進行嚴重警告 甚至連廣告製作公司也被約談 隨後 網路爆出該紅色圓形圖案 只不過是整體中的一個局部 和日本國企完全無關 後又有網友爆料 該播主以前網名叫小新在遠方 說他就是因為類似炒作而出名 有一次 此人去上海某日本料理店 由於這個料理店是預約制 而且有行政辦公區 他就誣陷這個料理店是日本間諜信息站 事件發生後 一些大陸網友表示 這和日本有什麼關係 就是一個彩球形狀 這是什麼大神經去舉報 並且專門把一個圓放大去說是日本國旗 前些天屋指南寧地鐵 現在又捏造南京商場 一位網友則說 不知道他們敢不敢指著這兩張圖說事 他貼出的是毛澤東和雷锋的頭像 在這兩張中共宣稱畫中 也有類似的紅色圓形 在社交平臺X上 有人嘲諷說 十字路口的紅燈看上去也和日本的國旗圖案一樣 是不是也應該改一改? 事實上 在中共荒唐的文革年代 紅綠燈真的被盯上了 和現在不一樣的是 文革中認為 紅色象徵革命 因此 除了到處張貼 圖寫紅色的標語 語錄 將到處的牆壁刷上紅油漆以外 甚至將路景信號 紅綠燈也來一場革新 紅燈表示放行 綠燈表示停止 因為紅衛兵們不能設想象徵革命的紅色 怎麼能夠作為停止前進的信號 僅此一改 造成了無計其數的交通事故 四波反習朝 中共黨魁權威禁失 中國出現新動向 中共黨魁習近平2012年底上台後 馬上就在官場搞了個妄議中央的罪名 他的名字也與《近平》諧音 似乎有備而來 可能他料想到有朝一日會辱習成風 而中共黨魁的權威消失 與中共的氣數已盡 實際上是相伴而行的 自由撰稿人杜正在上報發表了評論文章 中國的網民也包括官員們 愛給習近平起綽號 什麼包子 小熊維尼 200斤之類 沒想到現在中國國內的飯桌上 流行的笑話代名詞卻是內頭豬 讓習近平權威見失的四波浪潮 從他在2017年10月的19大上成為黨核心 極權成功 2018年3月修憲 取消國家主席任期限制 想當終身掌權的皇帝開始 當時有了第一波反習潮 由中共紅後代和官場內部引領 2019年初 當局搞了個學習強國APP 天天答題 學習習近平思想 一位國企幹部表示 大家都煩死了 反感習近平的程度甚至超過過往的中共領導人 但敢怒不敢言 第二波反習潮 在2020年初 大流行病從武漢流行開來 習近平主導了疫情的隱瞞 又讓病毒傳往世界 知名房產大亨任志強一篇批評習近平的文章 指習是因為撥光了衣服也要堅持當皇帝的小丑 此文在國內外廣傳 任志強被以貪腐名義判了18年 但習近平也因此名聲受損 第三波反習潮 大流行病三年期間 習親自指揮 親自部署的清零封控 造成了無數的人道災難 形同毛澤東時代的三年大饑荒 轉眼到了第四波反習潮 此時 習近平在2022年10月中共二十大上成功進入第三任期 親信全面上位 在官方宣傳的定位中 習就是黨中央 黨既是習 相反 反習和反共到了河流的地步 形成全民反習反共 回頭再看習近平的權威盡失 甚至中國飯桌笑話流行內頭豬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實際上已經歷了四波反習潮 第四波仍在進行中 一輪到海外的大陸文化人朋友說過 國內清醒的人不太多 大部分未醒 但是他們是一波一波的清醒 比如 經過鐵鍊女事件 清醒一批 經過唐山打人事件 清醒一批 經過上海封城的災難 再清醒一批 現在當局將經濟民生整到陷入崩潰的邊緣 回天無力 剩下的那些稍有思想的人都在思考 都在罵 那頭豬幹的 真相令人心驚膽寒 有中共中央高層合謀 1月22日 大陸媒體紛紛報導了一則消息 河北廊坊市廣陽區法院代院長在區人大會議上表示 對唐山燒烤店打人案保護傘 唐山市公安局原黨委委員 陸北分局原局長馬愛軍 以循私枉法罪 受惠罪決定執行有期徒刑12年 並處罰金人民幣70萬元 這則消息之所以引起了媒體的關注 是因為無數人都沒有忘記2022年6月發生在 唐山燒烤店案件 大紀元發表了時評人周曉輝的評論文章 在強烈的輿論下 與唐山燒烤店無法擺脫關聯的馬愛軍 成為唐山黑暗勢力拋出的棄族 而且背後可能有某種交易 一年多後 對馬愛軍的處置塵埃落定 之前的濫用職責 行賄罪皆不僅消失不見 而且其受惠數額也語焉不詳 試問 身為公安分局局長的馬愛軍作為黑社會的保護傘 接受賄賂會低於百萬嗎? 他縱容惡徒打人 是不是也有邪從殺人的嫌疑? 因此 無論從其罪名還是從其所判刑期 不過是做戲給外界看 走走過場而已 因為這個其實就是輕判 而掌握某些高官小辮子的馬愛軍也可以換個馬甲繼續橫行 不難想像 馬愛軍的背後絕不簡單 去年底 再度在網上看到某網友用隱晦的言詞解析唐山燒烤店真相 他們都提到 行凶過程殘忍 四名女孩全部先後喪命 此外 最新爆料還稱 一個女孩的母親和另一個女孩的哥哥也都遭害 至於為何醫院掩蓋真相 為何陳濟智可以畅通無阻進入醫院 兩位爆料人皆指 華北理工大學附屬醫院是曹建華的哥哥曹建均凱的 而副院長陳志全則是陳濟智的表哥或堂哥 還有那個馬某是江蘇鎮江市委書記馬明龍的兒子 找了馬雲奇給他頂包 也就是說 在唐山燒烤店打人案中 何謀害死四名女孩的人有 燒烤店老闆姐弟 陳濟智和曹建華等團夥成員 馬愛軍等 參與掩蓋真相的 包括警方 醫院 唐山乃至河北公安 政法系統 政府部門 媒體 中共中央高層 陳濟智 馬愛軍等馬仔被推出 不過是為了平息輿論和人們的憤怒 而真相依然被掩蓋 真正的行凶者依然沒被嚴懲 只因為他們最大的保護傘就是中共邪惡體制 換言之 要想還原真相 在中共沒有被推翻前 是不大可能的 笑噴 中共國防部被調侃慘了 網友們紛紛表示 中共統戰部在行動 倫敦鋼琴風波呈重大國際事件 中共遇到新問題 沒料到這裡呈反共聚集地 抗共前線 其了 俄軍機神秘墜毀 死亡74人變5人 請點擊右上角觀看 感謝會員的無私贊助和大家的支持 請您訂閱 點讚 轉發和留言 分享您的見解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祝您週末愉快 再會